我们今天学习西班牙书和哈巴谷书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表 这是贝鲁之前的先知表 和他们所处的年代 西班牙比纳宏稍微晚些 比哈巴谷和耶利米都要早 他和耶利米还有哈巴谷在侍奉的时间上有所重叠 西班牙是王室成员 他是西西家王的玄孙第五代 约西亚王是西西家王的真孙 所以比他要高一倍 他要管西西亚王叫大爷 不过选员已经很远了 是远房大爷 圣经里面有三个先知是有王族血统的 就是以赛亚西班牙还有就是贝鲁外邦的戴伊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时间轴 约西亚王八岁做王 十六岁开始寻求神的时候呢 先知西班牙门招 他是生活在王宫里的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和约西亚王的年龄到底谁大谁小 但是一起住在王宫嘛 那肯定互相是有影响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真的是非常美好的 他的安排也是很巧妙的 约西亚王想寻求神 神就派个先知在他身边 在王宫里向他传讲神的话 那约西亚想宗教改革的时候 他的阻力就会小一些 而且神呢也不仅仅在王宫里招了先知 他在民间也呼召了耶利米 向老百姓呼喊 要他们悔改 也算是双管齐下了吧 对吧 应该说是很给力了 但是结果呢 结果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就会看到 百姓根本不卖账 一点也没有要悔改的意思 这个是约西亚面临的困境 政令不出王宫 太多的利益纠葛 因为偶像崇拜 他就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利益集团 而这种利益呢 又把祭司阶层 假先知 中产阶级 甚至是穷人 都牢牢的捆绑在一起 成为一条产业链 约西亚 每敲掉一个偶像 就等于敲掉了当地的一大批饭碗 敲掉了当地的经济资助 那百姓怎么可能拥护呢 对吧 保罗就是因为影响 就是影响了那个银匠 卖偶像的生意 后来受到逼迫 对不对 自古以来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例外的 但是 约西亚是王啊 对吧 所以老百姓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 所以只能从上到下 都随同作假 走形式主义 那这种形式注定不可能蒙神的喜悦 所以神就让约西亚王 年纪轻轻的就战死了 为什么 因为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 神不希望让约西亚王看见 神是怜悯他 因为神要开始收拾犹大国了 先知哈巴谷看到约西亚王 这么好的王 结果这么早死 他就很悲愤啊 宗教改革呢 好像也成效不大 他就向上帝发出了灵魂质问啊 神啊 你到底还管不管我们了 我们今天就会学到这部分的内容 神用历史给出了答案 约西亚王死了以后 犹大国就在短短的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 三次被掳 从此灭国 神到底管不管他们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西班牙书的主要信息 西班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隐藏保护真爱 他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主前的六百三十年 北国已经被掳了将近一百年 南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 西班牙被神呼召向犹大国传讲信息 当时是约西亚王在位 但是亚述帝国还没有灭亡 先知书里面好像没有提到 约西亚王十二年 是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 因此有些捷径家就据此推断西班牙法预言的时间 应该是在约西亚王的早期 也就是说他在大力推行宗教改革之前 他应该在王宫里面为他做一些铺垫和鼓励的工作 在西班牙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们一个好王 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在看《猎王记》的时候 经常看到猎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觉 以为好像君王的败坏是导致百姓的罪恶 君王是败坏的原因 但是这个只是很片面的看法 因为我们看到西班牙书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百姓他本身就是全然败坏的 坏的王当然有影响 但是他还只是外因 最重要的是内因 是人的肉体本相 而且还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 恶王的政策只不过是释放了百姓的恶 好王的政策也没有办法约束百姓的恶 这是人性中非常本质的东西 不拆毁重建是不可能符合神的心意的 所以西班牙书传达的信息主要是审判 他审判全世界 审判犹大国 审判他们的邻国 但是和所有的先知书一样 他最终要表达的意思是神的拯救 但是也和所有的先知书一样 他说的那个拯救 遥遥无期 好像在他的时代根本没看到 结合西班牙书的名字的意思 神对他的百姓要做的是什么事 看起来好像是被弩 实际上是隐藏保护真爱 为什么 因为拯救还要等上很长一阵子 神在开篇就直奔主题 他给我们看一个类似大洪水的景况 他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 除灭人 深处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我们看到没有 这个可比诺亚时代的大洪水还要彻底 大洪水 海里的鱼是不会死的 这个显然就是末世的审判 地球上的生物最后一个也跑不了 这不是普通的刑法 这是预言 这是预言最终将会被应验的最后的审判 然后接下去 神对他的审判进行了仔细的区分 他首先宣告了对犹大和耶鲁撒人的审判 审判他们的主要罪状是自由主义敬拜 他们既拜耶和华神 又拜偶像 这就违背了世界的第一条 等于就把他们的神给降维了 把真神和假神并列的放在信仰自选超市里面 让人自由选择 这是对神最大的亵渎 还有一种呢 是直接干脆就把耶和华神放弃了 就不寻求他 这个就是指那些无神论者和被盗者 而且神说他要攻击的是一切的居民 并没有例外的 说明当时的信仰光景已经根本无法挽回 神还借着先知 声讨了当时朴素的自然神论观点 他们心里说 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妥妥的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 我们不要以为它是在17世纪才兴起的东西 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了 他们觉得神创造了世界以后就安息了 就不再参与世界的运转 世界的运转是依靠神创造的规律 仅仅是规律而已 神已经不管我们了 所以人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在西方亚书里面 神已经告诉我们 当时的人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神不降福也不降祸 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怎么努力呢 拜巴力嘛 对不对 这就是他们非常朴素的 罪人的逻辑 所以他们拜巴力还要给自己找一个理论基础的 这个就是人 自然神论是非常危险的 他最后一定会走到无神论和泛神论的 这只是时间问题 达尔文的出现 自然神论兴起之后 这个是必然的结局 他的信众为什么会这么多 这也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已经普遍接受了自然神论 所以达尔文一出现以后 那个所谓存在于大自然之上的那个神 我们认不认识他也没有必要了 对吧 因为我们都是靠规律生活的 由此可见圣经是不是很厉害啊 太阳底下无形式 神老早就告诉我们了 接着神宣告了对周围外邦列国的审判 犹大西面的斐利市 东面的摩亚和亚门 还有南面的古石 北面的亚树 都被神审判 这个也符合彼得前书里面的审判秩序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他先审判犹大 接着是外邦 斐利市人在圣经里面一点也不陌生 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以色列的敌人 扫落王就是死在和他们打仗的战场上 他们在士师时代就经常和以色列人争战 他们后来和控制南方贸易路线的阿拉伯部罗联盟 他们成为犹大王约兰的敌人 他们为什么要和阿拉伯联盟呢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地理位置 他们是在海边的 阿拉伯商人的货物 他要走海路去卖到希腊或者卖到小亚西亚 他就需要斐利市人帮他们做海运 所以他们就结盟 阿拉伯人是斐利市人的甲方 对吧 那这个甲方还经常和犹大国有纠纷 那么他当然是战队甲方的 战队阿拉伯的 西方亚述里面提到的几个城市 后来都在亚述的侵略中被摧毁 但是亚述也把他们重建了 但是重建也没有用 最后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再次摧毁 居民全部都被掳走 这个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西方亚和阿摩斯书一样 他里面都没有提到菲利市五城中的加特 其他的城他都预言了 被摧毁 但是加特他没有提到 为什么 因为在《猎王记》中记载 加特已经被乌西亚王攻取了 他已经是犹大国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 圣经的细节处理都是非常精准的 神在这里再一次审判了亚述 我们记得月纳书和纳红书都是审判尼尼威的 神这里又再次强调 我们等一下看哈巴古书 你还会看到神还要再次审判亚述 要知道自从月纳书之后 尼尼威全程悔改 后来新亚述帝国在祖前的745年重新崛起 之后南国犹大就一直活在亚述帝国的阴影下 大概有130年的时间 所以当时的人是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亚述的世界 所以神使用己任先知向百姓宣告 只有神才是历史的主人 人类的历史服从于神的救赎计划 神的时间到了 那么任何超级强权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过去 耀武扬威的亚述和尼尼威 其实和今天所有的大国和大城一样 都是人为了取代永恒而建造的巴别塔 向人提供虚假的宝藏 所以居住在大城里的居民也经常是骄傲自满 盲目短视 但是地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尼尼威 巴比伦和罗马都已经成为废墟 今天世界上的大国和大城也一样 他们也会成为过去 神审判列国的根据和审判犹大是不一样的 审判他们的骄傲 自夸自大 毁谤神的百姓 神允许他们出于自身的欲望去征服和杀戮 目的是按照神的旨意能够惩罚选民 但是这些国家却拿着鸡毛当令箭 杀到停不下来 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凶残付上代价 面对审判 而且审判的结果却完全不相同 因为列国要遭到的是毁灭和弃绝 说已至无人居住 便为永久荒废之地 但是神审判犹大呢 犹大要得着洁净和恢复 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 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这个就是对选民的应许 所以神列举了犹大东西南北方的列强的罪恶 实际上就是警告他的百姓 要让复兴以后的百姓 从列国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要认识到神至高无上的权柄 就不要再去拜他们的神了 脑子清醒一点 所以这本先知书的信息 它的主题并不是号召百姓奋起复兴 也不是劝人用悔改来换取恩典 因为人不可能悔改 他就直接宣告了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神要亲自施行审判和拯救 这才是真正的复兴 先知提醒选民 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国民 要趁神的审判时间还没有到 你们要聚集前来 要来寻求耶和华 寻求公义和谦卑 你只有这样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可以被隐藏起来 在那个日子以前 百姓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隐藏 我们想起西班牙书 这个西班牙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隐藏 先知就再次强调了耶和华的日子 神为什么反反复复强调耶和华的日子 因为自从犹太民族进入应许地之后 他们就一直被外邦欺压和骚扰 他们就已经养成了一种文化 就是有什么委屈就跑到圣殿里去哭 去找神告状 求神伸冤 在他们的观念系统里 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报仇的日子 就是为他们伸张正义的日子 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个观念到了耶稣时代还有啊 他们一直在等着上帝为他们报仇 神通过几代先知书 反复的向他的选民解释 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单单的要审判外邦人 而是连选民也要一起审判 这是愤怒的日子 是极难困苦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密云乌黑的日子 是吹脚呐喊的日子 会烧灭全地 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 是大大毁灭的日子 言下之意就是问以色列人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你真的确定你不是被审判的那一个吗 神一方面传讲 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是审判的日子 但是他也同样告诫他的选民 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如何等候耶和华的日子 你们首先是要等候 要一直等候 一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 到那日神必领他们回归 并且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侍奉神 百姓要等着被洁净 怎么个洁净法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是用基督的宝血洁净的 而且神还说 到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 自觉羞愧 为什么 当时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理解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 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称义了 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 所以很多经文只有在相信新约 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 你回过头去看这些经文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 你身处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肯定是摸不着头脑的 其实在西班牙书里面 神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将如何捷径选民 他说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 将他的克分别为圣 神已经预备了祭物 让我们想到什么 想到创世祭 对吧 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 以撒问亚伯拉罕 我们火和财都有了 祭物在哪里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凡祭的羔羊 而且他说将他的克分别为圣 就是赴宴席的人 就是去吃宴席的人 吃祭物的人 对不对 去吃祭物的人 神会将他们分别为圣 归于耶和华 耶稣基督是神的挽回祭 我们又是吃喝基督 对吧 我们每次吃圣餐都是 纪念他为我们舍的肉体 他为我们流的宝血 我们是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对不对 我们就是他的克 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就是迦拿的婚宴 也是一场宴席 他也讲过一个关于婚宴的比喻 都是很深刻的 而且都可以往前回溯到这里 当选民的历史 快要走到旧约终结的时候 神的话穿越时空 呼应了圣经的第一卷书 亚伯拉罕献以撒 他就是我们看到贯穿救赎历史的神的羔羊 证明了这一场救赎 一直以来 从死至终就是神的计划 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启示羔羊到底是谁的历史 既然神是在历史中启示的 历史对我们就特别重要 我们看看先知书中重复的章节 思考里面的意义 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的神是绝对不会废话的啊 但是我们看先知书就会发现有好多重复的信息 西班牙书里面的很多章节和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都是重复的 这一方面说明神如果要传达他的心意 他是断然不会只用一个人 不会让任何的个体去垄断神的话语权 他会在各地兴起他的先知来互相印证 如果一个人靠在山洞里坐上几年 出来他就说他的话语全部是从神来的 没有其他的印证 那人就无法判断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那也有人不相信 就算是假的那也会有傻子去跟随 这个就是人性 但是神一方面多次多方的使用不同的人来传讲 另外一方面他还用历史的结果来应验先知的语言 所以历史就是神的故事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神的话 我们在历史中看见神的作为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先知都处于不同的时代 我们现在看的这本圣经是一个人类历史的浓缩版 他把以色列被掳前的三百年历史都浓缩在短短的十七本先知书里 所以感觉好像重复的信息就很多 但是事实上每二十年就是一代人 每三代人他就出现信息断层 就算你能说出你爷爷的名字 那你爷爷的爸爸是什么名字 你还记得吗 你肯定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连这么贴身的信息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关于国家命运 关于选民历史 不可能对不对 大家都忙着为吃饭而奔忙 所以每个一代人 神就必须兴起先知 重生神的话 像不同的世代来传讲神永恒不变的信息 每一代人他都要听到神的声音 三百年来有十七个先知 平均每一百年五个差不多 不到二十年一个 这还没算上那个以利沙和那个 和那个以利亚对吧 他们两个没有写书啊 所以从时间上看 以赛亚书在西班亚书之前 耶利米苏在他们之后 他们共同的信息 都是关于审判和悔改 神永恒不变的信息 恰恰是人最不喜欢听的部分 所以人会觉得他很重复 他很啰嗦 看圣经觉得 哎呀好像反反复复都是这几句话 反反复复都是审判这几个国家 但是他背后是有原因的 我们接下来来看哈巴谷书 哈巴谷的意思就是拥抱 那神要让先知拥抱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 以色列已经这么惨了 神还要让他拥抱 拥抱什么东西 哈巴谷侍奉的时间 应该是在约西亚王的后期 可能是他战死之后 他开始出来死奉 约西亚虽然是一个好王 他活着的时候 百姓还有些装模作样的 配合他的宗教改革 那等到他也死 百姓就原形毕露了 该干嘛干嘛 先知看到这种情况 他就有巨大的愤怒 于是他怀着巨大的委屈 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 哈巴谷书是全篇都可以用来唱的 他的形式更像是哀歌 在他的开篇祷告里 他说耶和华呀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我们看到 圣约子民已经全然败坏了 到处是罪孽和奸恶 毁灭和强暴 律法放松 功力也不显明 恶人非常嚣张 还围困义人 而且他们还是非颠倒 这简直就坏透了 所以他呼吁神的拯救 神啊你赶紧想想办法拯救我们 这些人已经太坏了 可见他已经为了这件事情 祷告了很长一阵子了 你要到何时呢 你要到几时呢 他这么问了吗 神显然没有很快的回答他 所以他有点着急 他为国家祷告 这种祷告 看起来应该是非常符合上帝的旨意的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上帝就不搭理他 居然没有回复他呢 这么长时间没有搭理他呢 这个就有点影响到他的心情啊 所以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很悲愤的 然后神终于回答他了 神说我已经在行动了 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不要看国内这些人啊 你要看列国 因为答案在列国中 其实已经有人告诉你们 只是你们一直都不信 神说我不是兴起了迦勒底人吗 他们性情残忍暴躁 拿来修理以色列这些坏到极点的选民 正好 神说虽然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啊 其实前面有几卷先知书都说过啊 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说过 神会兴起巴比伦来审判他们 当时西西加和巴比伦是盟友啊 所以他当然不信啊 就算这个时候 估计百姓还是不会相信 他们会遭到远方的迦勒底人的侵略 中间割了好几个国家呢 对吧 因为在约西亚王战死之后 犹大就已经沦为强大的埃及的藩属国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有靠山的 埃及会保护他们的 所以当神这样回答先知的时候 你说对先知来说是安慰呢 还是震惊 显然啊 神的回答让先知太震惊了 他前面还在向神抱怨 当时选民的败坏 说他们强暴毁灭 不公不义 对吧 律法们也也不好好的实行 然后呢 恶人欺负义人 所以他要求神想想办法改变一下 求神惩罚恶人拯救义人啊 结果呢 结果神不但没有拯救义人 反而还要使用更加残忍的迦勒底人 来把有大国的恶人义人连国端 这个回答哈巴谷表示不能接受 先知的立场立马发生了改变 和约纳一样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套自己的神学系统 他们对神有一个固定的认识框架 觉得神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的 在先知哈巴谷的眼里 神应该是管教以色列的神 但呢也是有怜悯的神 所以他会一夜之间 在兴起像约西亚那样的好望 来翻转他们的属灵生命 这个是先知的盼望啊 但是神说 No 我要毁灭他们 用迦勒底人来毁灭 于是呢 先知马上说 我的神啊 我的圣者啊 你不是从根骨而有的吗 我们必不致死 看见没有 他一下子就把神惩罚的底线给抬高了 他说 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磐石啊 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言下之意就是 刑罚就行了 惩治就行了 毁灭嘛 哎 这个不要了 这个太过分 而且 他的问题在于 神怎么可以用恶人来吞灭 比自己公义的呢 在上帝的眼里面 人都是全然败坏的 但是在先知的眼中不一样 在先知的眼里面 加了底人简直坏透了 选民再坏 那也是自己人 对吧 那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个弯拐得有点太大啊 先知一下子都没转过弯来啊 所以他有点不太适应 于是先知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在他的口中啊 刚才还坏到几点的选民 一下子变成海中的鱼 没人管的动物 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啊 看到没有 和约纳的变脸是一样一样的 而且他还想象了一下 加了底人 征服选民之后的那种 欢乐的样子啊 向网去献祭 给网去烧香 这些都是异教崇拜的人 得意忘形的样子啊 描写的很生动 听了这种震惊的消息 心烦意乱的先知 非常怀疑自己听到的 是不是神的话 或者说神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还是不敢相信 神会这么做 使用加了底人来审判 犹大 这个太不符合 他的神学认知了 他就心思混乱啊 带着很多的疑问 于是他站在守望所观看 想再看看神会对他说什么 看他还有什么机会 可以向神伸伸冤啊 先知等待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他听到了神 更加清楚的回答 而且还要他将这末世 明明的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神给他的任务 是把这个信息 还要去告诉选民 帮助百姓预备好 接受神的拆毁 而且这个末世 还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不会落空 虽然会有延迟 还需要等待 但是他一定会领到 神做事情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 因为神做工的目的 他不是为了解决事情本身 他是为了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 来得着他的人 所以他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但是你要知道 老百姓都是很蠢的 如果神兴起巴比伦来毁灭犹大 那么这些选民没准又跑去跟着拜巴比伦的神 觉得他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强大 对不对 于是神就借着先知的口 再一次隶属加勒底人的不义 预言了他们必然的结局 他们是贪财的 骄傲的 不断的用暴力去侵犯邻国 以人血建成 他们的每一次扩张 都是伴随着无数人的血 他们还雕刻偶像 完全没用 关键是他们还拜得挺认真 自己刻的东西自己去拜 活得这么矛盾 他还不自知 总结起来 就是他们是又坏又纯 还有恶 所以他们只是神的工具 他们最终都要灭亡 神要帮助他的选民 认识到这一点 在神的眼里 选民和家的底人是一样败坏的 当我们抱怨这个社会公义不脏 罪恶横行的时候 我们总是假设自己是公义的 是良善的 但是诗篇说 神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没有人有资格在神的面前 夸口自己的公义 我们只能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 接受神的彻底拆毁 但是同样是审判 神对自己的百姓 有不一样的安排 在审判之后有安慰 他给他的子民留了一个后门 就是为义人因信得生 信什么 信耶和华吗 旧约的以色列人都信耶和华 所以神显然这里有 生一层次的意思 这个意思后来被保罗解读出来了 我们因信基督而生 由此可见 在约西亚王死后 神没有再次兴起新的领袖 来复兴犹大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实在是没有用 以色列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 实际上在列王之下的第23章 告诉我们是神主动带走了约西亚 这样才把掩盖在表面复兴之下的 罪恶的社会全部都暴露出来 连最近前的约西亚王都不能带起百姓真正的复兴 证明人已经全然死在过犯之中 完全丧失了 依靠自己去改善 去复兴的能力 接下去神要彻底制使我们的肉体 使我们能够准备好 接受神的重建 这个就是唯一人应信得生 哈巴谷问了两个问题 得到了神两次非常清楚的回答 因此他就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面前 仰望神的应许和成就 他最后在祷告中 求神在复兴他的作为的时候 在他发怒的时候 要以怜悯为念 当他认识到百姓实际上和家的底人 一样全然败坏之后 他就不敢再求神来伸张公义了 他是求神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他就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就是留了一个后门 为一人应信得生 虽然神审判的信息在先知听来 让他身体占惊 嘴唇发灿 骨中朽烂 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能安静的等候灾难之日的来临 泛尽知名上来 等待他们被加了底人 像海水一样的将他们吞没 他只能等待那一天 这不是从字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吓得色色发抖的险子 而是他有一个坚强的内心 因为他知道神的答案 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 但是他依然守候等待 因为神已经向他剧透了 他知道这个末后的结局是神的重建 经过和神的这一番对话 先知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 并不是在富裕和安宁中享受神的恩典 而是在困境中依然信靠神 所以他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盆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吻心在高处 脚快如母鹿 吻心在高处 这个是引用大卫的祷告师啊 先知表达的是一种态度 无论是犯禁之名上来 还是生活困苦缺乏 他都能够得着力量 蛮有喜乐的去拥抱即将到来的管教 哈巴谷的意思不就是拥抱吗 神让哈巴谷拥抱的是即将到来的管教 因为接下去犹大将面临七十年的贝鲁时期 还要经历四百年的漫长的沉默期 在神不对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靠什么来坚守自己的信仰 靠的是他们和神有着不可动摇的立约的关系 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灵性的刚强或者软弱 而是根据神的信实和大能 我们也不靠自己的挣扎和努力 而是义人必因信得神 所以无论任何事情 无论任何的境况 都不能叫我们和神隔绝 立约的神是坚定不移的 立约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祂是我们圣徒全部的希望所在 所以我们应该拥抱一切神 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境遇 因为那对我们肯定有益处 我们从哈巴古书里面学习到的是 关于祷告的三部曲 首先祷告部门垂听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神告诉先知我不回应你 不等于我不再做工 只是我做工的方式你不知道 当神真的回了你 但是这个结果又不是你想象的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看 哈巴古的每一个抱怨 听起来都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从神的角度看 他就充满了矛盾 他先是抱怨神不管教 接着又抱怨神派错误的人来管教 先是抱怨神看着百姓的奸恶你不管 接着又抱怨神看外邦人的鬼诈你也不管 然后先是抱怨神做的太少 接着又抱怨神做的太多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自己百般挑剔 而且还道理十足 不管神怎么样做我们都不会满意 除非神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完全符合我的神学观点啊 这个就是哈巴古的难处 也是今天每一个信徒的难处 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断的操练自己的灵命 一直到长成基督的声量 我们把几乎是同时代的三位先知书放在一起看 就会线条就会特别的清晰啊 这三卷书的共同点是批评了有大的罪孽 因为接下来神的百姓要被掳了 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 所以神要将犹大的罪陈述清楚啊 要让他们自己无可推诿 神也宣告了将来的恢复 预言犹大闭门拯救 这些信息都是相同的 需要不断的对不同的世代进行宣讲 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 先知的内容又是层层递进的 它不是简单的重复 西方亚书是以审判为主题 看到神的公义 哈巴古书是从主观的感受出发 从人的理智困境的尽头 从这里出发 神使先知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真理 就是因信而生 最后在耶利米苏里神启示 他要和百姓另立新约 只有在新约里神的公义和慈爱 才能得到完美的合一 也指出了哈巴古书里面 因信而生的信 这个信的对象是什么 使信新约 没有对神的顺服 没有对神的计划的等待和信靠 以色列不可能相信新约的基督 以色列民族的旧约启示历史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神使用以色列这个民族 借着他们的历史记录 赐给我们圣经 圣经就是神和以色列互动的历史 他非常连贯的告诉我们他的启示历史 并且把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基督的降临 我们如果整全的阅读圣经 领受圣灵的带领 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因为每一本禁卷里面 他都有基督的预表 这样谁也不能垄断启示的话语权 神的话语是多方印证 多人颂讲 再加上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印证 如果这样还不能兼顾我们的信心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呢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 在我个人阅读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圣经中的以色列历史和新约之后 我们教会历史是有高度的契合 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历史 也在按照圣经的剧本上演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罗门不是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吗 所以我们如果去回过头去看历史 我们可能会对今天的我有启发 所以我把我自己个人的看见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不是教义也不是真理 大家听着乐就行了 圣经里面说 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 当时的世代没有人听他的 他是一个孤独的传道者 初代教会时代也一样 面临犹太传统和罗马强权 整整三百年的逼迫 他们是孤独而又坚强 神在降下大洪水之前 让诺亚建方舟 在西罗马被蛮族冲没之前 大公教会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形成教会传统 在圣灵的带领下打下信仰的根基 可以理清教义 确立正点 在蛮族的大洪水到来之前 把根基打得深深的 不仅从组织架构上 到信仰根基上 他们都进行了确立 后来呢 以色列在埃及待了四百年 神带领他们和法老脱离 进入了旷野 那不可能所有的以色列人读出来 肯定也有一部分是没有出来的 那没有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 从此他们就在历史中消失 圣经中再也没有提及 当时东罗马教会 没有受到蛮族的冲击 他们依然在皇帝的影响之下 最终东罗马教会 在世俗各种政权的反复蹂躏下 他们慢慢的失去了影响力 最后成为军权的宗教部 后来也变得悄无省息 以色列的逝世时代 对应西欧蛮族封建割居的时代 蛮族经过四百年的混乱战争 渐渐的形成不同的亡国 后来以公元八百年 查理曼大帝加冕为标志型的事件 西欧正式进入封建时代 以色列的王朝时代历史 差不多是五百年 对应中世纪西欧的五百年 王朝演变历史 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国王互相联姻 他们也互相打仗 在这种势力的纠缠下 慢慢的形成不同民族的地理圈和文化圈 成为现代国家的前身 后来就是很有名的马丁路德口中的 教廷贝鲁巴比伦事件 罗马教廷在法王的压力下 被迫迁往法国的亚维农 迎来了他最羞辱的时代 成为法国的提款机和小跟班 和贝鲁的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被世俗君王管辖 向世俗君王效忠 接下来就是宗教改革了 就重新回归圣经传统 重新理清教义 重新回到大公教会时代 也就是教父时代 将罗马教会 应对世俗王权的过程中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教义 这个偏差进行了礼政 这是愚民回归重建圣殿的过程 在马拉基苏之后 神像以色列人沉默了四百年 但是人类却迎来了思想大爆发的时代 这个时代 世俗上把它称为走新时代 当时希腊哲学 印度宗教 中国的辱道文化都蓬勃发展 出现了人的理性小高峰 这些理性的思想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没有神 而同样在宗教改革之后 人也开始进入了理性的大高峰 科学革命 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 使人进入了一种空前的 非理性的理性主义状态 各种主义层出不穷 各种思想抢夺话语权 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不要神 我们是否正处于神的沉默期呢 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 在两约之间 那个时代发生了哪些事情 在马拉基书之后 到耶稣基督降临之前 世界上呢 把这个时间叫做走心时代 我们把它叫做监约时代 它在两约之间 在这个期间发生的事情 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 它只是历史而已 神通过历史向我们说话 就像他通过圣经的历史 向我们说话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早期它是共和制 在两约之间 它渐渐走向帝国制 而这个是多民族大国的 必然趋势 因为它征服的国家 是各种各样的嘛 对吧 语言也不同 风俗也不同 他们的宗教也不同 这个国家 就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体系 来凝聚他们 那高度自治 是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 你只要向罗马交税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 你们自我管理 但是高度自治 那你权力太松散了 它就会引发叛乱 叛乱就会需要 有军事力量去干预 那军事力量呢 就需要花钱 钱从哪里来呢 就征税 像谁征税呢 征那些没有叛乱的地方的税 因为叛乱的地方 你税征不起来了嘛 对吧 那就把税收压在 那些没有叛乱的人地方 那就会引发更多的叛乱 这种循环 它就会使共和制的效率跟不上 因为这边打仗 那边打仗 你共和慢嘛 大家要商量啊 什么慢 效率跟不上怎么办呢 最后他就一定会有非常强势的人物上台 民众呢 也会非常欢迎这样的强势 最后会走向军人治国的帝国形态 强人正直啊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没有统一的信仰 被罗马征服收编的国土上 各有各的神 罗马什么神都不得罪啊 都让他们自己去供奉自己的神 异教崇拜就一定会危然成风 没有宗教统一 那用什么手段治理和凝聚国家呢 有法律 哲学 军事 对吧 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 以法治国 发展科技 军事 现代化 虽然名词有点变化 但是实质是不变的 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信仰核心的时候 这三样治国法宝 就是他们的依靠 强权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压制信仰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听到过 罗马政权压制其他的宗教崇拜 单单对犹太人是个例外 为什么 是因为犹太人特别欠揍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将罗马皇帝当做神 在人类历史上 只有基督教文明是对人性用着高度的警惕 君王也不例外 任何人只要一旦掌握了权力 他就一定会痛恨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的理念制约了他的权力使用 没有基督信仰的人 他一旦掌握了权力 他就一定会压制基督教 中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宗教改革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甚至英国 依然在证明这一点 他们不会针对异教的 因为异教的本质核心都是反基督的 和他们的大目标是一致的 基督说过 撒旦不会自相纷争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下的社会现象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上演到哪一步了 美国的共和体制 它的核心是什么 是主权在州 对吧 联邦的权力是很小的 但是历史上有过三次非常重大的联邦扩权 第一次就是南北战争 第二次是罗斯福新政 对吧 第三次呢 大家有没有看见 就是这一次的疫情 联邦扩权最终会摧毁共和 那这是不是在走罗马末期的路线呢 而且世界性的罗马帝国 是不是也正在形成呢 全球性的政府 是不是在各个政府的背后 已经形成影子政府一样的存在呢 我们治理国家的手段 是不是正在依靠那些没有信仰核心的 法律科学和军事力量呢 我们再来看 政府是不是也在干预宗教呢 是不是规定教会应当说什么 不应当说什么吗 加拿大甚至逮捕了在疫情期间 依然在布道的牧师 这是发生在加拿大的事情 你不要说 这一切和两月之间的历史还真的有点接近了 基督是不是马上要来了呢 那如果他今天来 你准备好了吗 由此可见 神的启示是连贯的 是一代一代的向前推进的 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有一些人说 神已经不管事了 那个都是异教 那个都是自然神学 那个都是错误的 都是要被神惩罚的 旧约是连贯的 新约也是连贯的 新约之后的圣灵历史 教会历史 它当然也是连贯的 因为我们每二十年就是一代人 我们每一代人都要领受 圣灵在历史中对我们的带领 否则你短短的几十年 认知非常有限 你没有几年可以用来学圣经的 二十五岁之前在学校 在接受生存教育 在为打工做准备 如果糟糕一点 你还在接受异端异角的教育 接受无神论的教育 你根本不可能对圣经有任何的认识 二十五岁之后 你踏入社会 为吃饭而奔忙 功名利路 车贷房贷 婚姻家庭 它都是你的主 那你还有多少时间 仔细的来研读圣经的 所以圣灵在历史中 已经通过历代 他拣选的圣徒 对我们的神学 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体炼 使我们尽可能的少走弯路 所以我们身在末世的人 越往后 其实越门浮 我们可以站在先人的肩膀上 获得相对整全的神学思想 我们要先守读圣经 然后参考使徒传存和圣徒遗训 再观看教会历史 在人类历史洪流中的演变 看他们如何坚守 也看到他们如何犯错 又如何的被圣灵修正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 这样的神才是又真又活的神 而个人的领受呢 在这一系列的圣经学习中 应该是放在最低的位置 那是神在我生命中 个体的带领 可以用来做见证 但是不能用来做原则 更不能用来做神学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神学态度 近代的启蒙主义之后 兴起的自由主义神学 已经使我们的信仰态度 进入了一个误区 信徒特别尊重自己的主观感受 都是和上帝诞现联系 我什么都不看 我圣经甚至都不太看 历史也不学 教会历史也不知道 教义是什么我也不关心 就听哪个讲道听起来舒服 我就听哪一个 个人的感动放在第一位 什么都没有我的感觉重要 我有一个姐妹说 我只读圣经 我不需要神学 神学都是别人的东西 听起来好像很正确的 但是她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她不知道 当她否定神学的时候 她恰恰在创立自己的神学 她的神学就是不要神学 保罗在《天沙罗尼加前书》里面说过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这才是我们正确的信仰态度 跟随圣灵尊重古人 但是要熟读圣经 你这样才会分辨 你才会分辨善恶 用圣经原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圣经针对这种情况 是给出过严重警告的 在《新约格罗西书》里面 保罗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保罗说的人间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是指当时非常流行的希腊思想 我们的理性是犯罪之后的理性 我们只要一开始把自己的意思 读进圣经里面 而不是把圣经的意思 读出来指导我们的人生 那我们就一定会出摇摇子 不管人的智商有多高 高到像霍金那样 我们依然是世上的小学 这些世上的小学 对我们的救恩 对我们认识神 完全没有什么用处 况且现在很多的科学家 都还是无神论者 对不对 这些科学家 他们穷极一身研究的 是和他们的无神论观点 完全相反的事情 科学家最痴迷的就是找规律 这个在他们的无神论体系中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世界如果是随机产生的 你有什么规律可以寻找呢 但是神对霍金 却有足够的怜悯 他一生反神 但是神却使用一个基督徒 成为他的太太 陪伴照顾他的一生 他真的可以算是 耗了一辈子基督的羊毛 结果反而还不认账 还不感谢神 这真的是一个典范 最后神让一个 本来只能活两三年的病人 一直在那个萎缩的躯壳里面 活到了七十多岁 这真的就把这个世界又分成两部分了 不信的人 不相信神的人 他们看到霍金就会更加不相信 他们觉得 哎呀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不信 我为什么要信 但是相信神的人呢 就更加相信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恩典是从神来的 没有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工作 你看像霍金这么聪明的大脑 他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聪明 去信靠神 所以我们就更加的谦卑 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真的是特别的感恩赞美他 我们如果离弃圣灵 在历史中的带领 忽视神在历史中 他展现出来的轨迹 那么我们不用几代人 就会发展成这一类 世上的小学 霍金还是一个有基督教传统的社会 培养出来的人 但是他却可以反身反到这个地步 西伯来书里面说 神用全能的命令拖出万有 神在历史中始终在做他的工作 神对哈巴谷说了 我们听不见看不见 不等于他不做工 而他的工作是在大历史中 呈现给我们看的 我们的神学是必须有 他始终的干预和纠正 不断的回归圣经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会犯错 哪怕是教皇也一样 所以在历史中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修正 看到圣灵的作为 如果我们割裂历史 忽视圣灵 那迟早就会走到自由主义神学的道路上 而且还会继续往下滑 哪怕我们有再聪明的大脑 最终也只是肉体的囚徒 罪的奴仆 现在还有多少教会在坚守教义呢 有多少人还在研读历史呢 真的不多了 我们需要悔改 求神怜悯我们